七 热门 安罗姆尼在维州劳顿郡的一家驯马场里 举行的这次造势会 专门为女性选民量身打造 名字就叫做女性支持米特 安罗姆尼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病痛以及对马的热爱 并且再次强调对丈夫的信任 我之前就告诉你们了 这个男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他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他已经证明过自己的能力 现在该轮到他出场了 因为我相信他 也因为我们相信美国 这是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 共和党召开的第一场造势会 足见共和党对女性选民的重视 安罗姆尼在早前结束的 共和党党代会上讲话时 更是以妻子母亲和祖母的身份 向女性选民直接表白 来到造势会现场的女性支持者 觉得自己接收到了安罗姆尼的讯息 她是个真正的女人 她和我有着共同语言 我认为她启发了我 她支持女性 我很赞赏这一点 争取女性选民和少数族裔的选民的支持 一直以来都不是共和党的强项 但是阻击菲律宾的麦什女士认为 她个人更认同共和党的立场 我同意共和党所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反对堕胎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立场 除此之外 奥巴马过去四年都做过什么 罗姆尼多次表明自己强硬的对华政策 但是中国大陆以移民警民认为 这种立场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利益将会受损 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 大家都不是要想回到冷战时代 都是要互相战略 促进大家在一个竞争的又合作的国际环境上 大家互相进步 造识会的组织者 维吉尼亚州众议院的代表 巴巴拉·考姆斯多克说 目前美国从事工作的女性比例 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无不明白民主党的口号前进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令美国后退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带领我们重回繁荣之路的人 那个人就是米特·罗姆尼 安罗姆尼和罗姆尼的支持者 显然对此坚定不移 这个男人不会令我们失望 这个男人会令美国崛起 这个男人不会失败 他不会令你们失望 他会一直在这里 他不会失败 米特·罗姆尼不会失败 维吉尼亚州的劳顿郡 作为摇摆州中的摇摆郡 对11月大选的结果具有关键的意义 VOA卫视报道